小姐 东家和大少爷已经走了 开枪 大哥 耿家老二有下落了 他知道我在山上了 说话呀 你管他怎么了 大哥喜欢你是没错 但你别以为 是什么 想克儒喜欢我 不然你早没命了 你以为我们下山找耿老二 真是为了你呀 更加欠着我们三十多条人命呢 大哥 人就在屋 你急什么呀 那个耿老二就在屋旁客栈 耿家老大也在 一点防范没有 八成认为我们都完蛋了 您不是吩咐我们先别动手吗 要不昨天晚上我就一枪崩了他 辛苦了 好了 去歇着吧 大哥 还有一个人 从省城来乡木镇 接胆子的 接胆子 一个老头 这么高 好 好了 去吧 那我先下去了 先下去了 大哥 往下怎么干 凭咱们山上这点人 硬拼不行 灭不了耿家 拼他一个是一个 胡子哥不能白死啊 把我们全拼没了 耿家还在 我们得筹以后谁来报 那您不会又想算了吧 一生一世 草公一秋 缓缓相报 排定 想罢手也就罢手了 如果想顺着报应走下去 走到这一步 结果都能看见了 大不了走到头 也容易 大哥 我们一起出来的弟兄 还剩你和我 还有小五和土根呢 我不忍心就这样葬送了你们 大哥 今天要是唤城您不在了 我还有小五土根 也不能这么眼睁睁地活着 可我还在 那你看着办吧 这也在家院里 还在那裡 凡物的监制 那跟咱们有啥关系啊 和咱们有啥关系啊 有关系 腾子完了 更加就彻底完了 仙女下凡 仙女下凡哪 佩琪 你扎不出这样的胆子来 是 这秀宇天生就是扎胆子的 反正她天生 就是你们耿家的二少奶奶 在齐甘湘头一次见她 我就知道了 你可该好好地谢谢我 给你做的这个大梅又 是 就是天塌下来 也得出这把胆 得让全项目镇的人 好好保保眼福啊 也得好好抖抖你们耿家的威风啊 可惜秀宇不在家 不然春分哪 更加该由她做场面 可惜呀 我没早点来看这玉兔啊 是 汉良已经把接胆子的客人 从省城请来了 人现在就在郭继呢 人不在郭继 那人在哪儿 在镇阳 白富贵一直想弄清我们家胆子的事 这下明白了 可惜跟她原来想的不一样 耿家的胆子不值十万 更不值二十万 老爷知道了 还没告诉我吧 那郭掌柜呢 也不知道 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 昨天晚上 那你怎么没去镇阳把人接回来呢 人已经去了 该说的话也都说了 再接出来还有什么用啊 那这物色人的时候 就没吩咐 那些话该说 那些话不该说吗 当然吩咐了 既然吩咐过 兴许人家还没吐口呢 是我疏忽了 没把事办好 大少爷 大少爷 会不会 您这心里头 也希望这事办不好呢 说得好 明风 你越来越像耿家人了 耿老爷娶了我 我凡事就要为他着想 他高兴我就高兴 他难受 我这心里头也不好过 问你一件事行吗 大少爷请说 讲课如死的那天 你心里头兴许就不好受 我这心里怎么想的 有时候我自己都弄不清楚 你怎么会知道呢 你怎么会知道呢 当然 讲课如是我杀的 你恨不恨我 你自己心里清楚 你自己心里清楚 你恨不恨我 你自己心里清楚 别说 就先别说了 省得老爷担心 省得老爷担心 下午我和你们一块儿过祥喜 干什么 去白宅把接担客人请回来 我把客人接回去 方老先生还睡着呢 开怀痛饮 宿醉未醒啊 你看我干什么 白伯父说话 白伯父说话 怎么变得稳走走了 浸诸者赤 浸墨者黑 跟方老先生 这么有学问 有地位的人在一起呀 不知不觉 耳濡目染呢 喝了一宿 聊了一宿 山南海北 古今中外 也聊了聊 你耿家的胆子 人家方老先生这次来 就是专程来接胆子的嘛 方先生怎么说 三佛 怎么是你来啊 方老先生 到我这儿 说大不大 说小也不小啊 汉良怎么连面也不露啊 汉良和我爸 今天一早过湘西了 下午就回 这儿 事情 都到这份上了 来了也没用 该瞒的 瞒不住 早晚要知道 还不如 回去跟耿老爷商量商量 这事儿 到底打算怎么办 我去见见方老先生 这不方便吧 回头 我亲自送方老先生过湘西去大院 那儿 出胆是你们家的大事 也是香墨战的大事 我这一阵之掌 也得出面哪 白皮 送客 是 三副太太 请 三万的胆税我出 胆银我不付 不 什么意思啊 玉兔我要了 米药 对 韩良 既然已经安排了接胆的客人 也好 不过 不过耿家的胆子 郭家买 这事儿 说不过去 那么 咱们 出胆观胆 过场照做 一切费用从郭记账上出 到时候下游十里龙回头 我去 这玉兔 一出七里步再回来 就和您无关了 我知道 这事儿要这么办 您心里会别扭 倒也没什么别扭的 为耿家的胆子 你花了不少钱了 这这 钱都是身外之物 咱们说事儿不看那钱什么 不看得钱上 也得看得这一年 你为耿家保住了胆子的名声啊 听您这话 我心里倒别扭上了 本来嘛 耿家的胆子没人情了 除了耿家的人就只有你了 这玉兔进了郭记 我还能说什么 我真喜欢玉兔 说句您不爱听的话啊 耿家的人可扎不出一把 这么不带一点烟火气的宝贝啊 但愿 但愿 秀宇和袁梁能够平平安安的回来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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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